高速导弹太猛了!稍前打造天眼欲拦截! 近年,美国军方一直叫让,称中国、俄罗斯高超音速导弹武器发展迅猛,要求国会拨款加速自身拦截能力的研发。 因此,川普政府计划在2020年投入资金部署一系列空间导弹探测器,以填补美国反导弹防御系统的盲区。 中国,俄罗斯确实正在测试高超音速弹道滑翔武器,该武器在助推进入太空边缘后的飞行中,现有的反导弹系统无法进行拦截。 可以说。 美国现存的导弹防御系统只能阻止传统弹道导弹的袭击,却无法应对新一代的高超音速滑翔武器。 事实上,美国前六届政府都曾权衡过空间导弹探测器的概念,但只有乔治。 布什政府发射了两颗实验卫星,其余的计划都未付诸行动。 这两颗卫星目前仍在轨道上运行。 克林顿时期,美国国防部曾设想使用24颗卫星来跟踪导弹,但该计划并未实现。 布什政府于2007年下令发射了两颗诺斯洛普。 格鲁门公司,Northrop Grumman,的卫星,称作空间跟踪与监视系统,STSS。 虽然美国导弹防御局还在保持STSS的运行。 但这两颗卫星不足以附带全球,而且已经远远超过了其预期寿命。 STSS在2019年的运行和保障预算为3700万美元。 国际战略研究中心的高级研究员考劳科表示,如果要跟踪超高音速滑翔武器,太空中设置探测平台的优势不言而喻。 可以想象俄罗斯的高超音速滑翔导弹有能力携带核弹头,因此美国国防部并没有太多时间去研究如何建造相应的防御体系。 必须立即开始行动,不应只是等待2020年的预算。 根据俄国防部3月发布的视频。 俄研发的米格-31战斗机在训练飞行期间发射一枚匕首,Kindso,导弹。 俄介绍该导弹可以10倍高超音速飞行,并准确命中目标。 据悉这种导弹从去年12月1日开始已部署在俄南部军区,但是否真的达到10倍音速。 还有疑问。 我也已经对一个用于战胜反导系统的高超音速滑翔飞行系,进行了若干测试。 考劳科透露,国防和军队高级官员们正在努力促成相关项目的启动。 有关空间探测器的应用研究已经进行了数十年,所以美国国防部有足够的数据可以参考。 在近的轨道上飞行的电子眼睛,占据着非常有力的位置。 能够持续观察高速飞行导弹从出现直至接触地面时的过程,而地面雷达的探测能力则会受到地平线等各种障碍的限制。 考劳科表示,如果不在太空中部署一层探测器,很难想象美国如何能防御高超音速导弹。 虽然部署空间导弹探测器耗资巨大, 但地面探测器的花销却会随之减少。 此外,在4月美国防部与军事武器厂商洛克希德、马丁、Lucky Martin、公司签署生产和供应超音速武器的合同,合同金额为9.28亿美元。 这是美国空军装备这类武器,反击可能出现的俄罗斯高超音速武器的右翼手段。 但具体落马公司武器的交互时间不强。 外界认为,这是川普政府加强军备的新动向。 美国国防部副部长迈克尔·格里芬·Michael Griffin,近日曾在华盛顿的一个智库强调,未来美国将着重发展人工智能、超高音速和定向能武器等。 美国战略和国际研究中心的卡拉科、Tom Carraco,表示,俄罗斯巡航导弹和超音速滑翔飞行器可能不遵循过去预测的弹道路径,美国必须适应这种新兴威胁。 对此,美国防部官员警告说,超音速导弹能力超过升速5倍以上的速度飞行,理论上可能能躲避美国现有的导弹防御系统。 目前, 美国防部已把发展空军项目列入最顶级的技术优先项,认为此举跟应对不断演变的网络战争以及生物恐怖威胁都一样重要。 在周三美国防部公告中,关于超音速导弹的介绍部分著名,国防部跟洛克希德、马丁公司的合同要求对方对一种超音速,常规。 空中发射的导弹武器提供设计、开发、工程、系统集成、测试、后勤计划以及飞机集成支持。 近年,美国军方一直叫嚷,称中国、俄罗斯高超音速导弹武器发展迅猛,要求国会拨款加速自身拦截能力的研发。 因此,川普政府计划在2020年投入资金部署一系列空间导弹探测器,以填补美国反导弹防御系统的盲区。 中国、俄罗斯确实正在测试高超音速弹道滑翔武器,该武器在助推进入太空边缘后的飞行中,现有的防导弹系统无法进行拦截。 可以说,美国现存的导弹防御系统只能阻止传统弹道导弹的袭击,却无法应对新一代的高超音速滑翔武器。 事实上,美国前六届政府都曾权衡过空间导弹探测器的概念,但只有乔治。 布什政府发射了两颗实验卫星,其余的计划都为付诸行动。 这两颗卫星目前仍在轨道上运行。 在克林顿时期,美国国防部曾设想使用24颗卫星来跟踪导弹,但该计划并未实现。 布什政府于2007年下令发射了两颗诺斯洛普。 格鲁门公司,Northlab Grumman,的卫星,称作空间跟踪与监视系统,STSS。 虽然美国导弹防御局还在保持STSS的运行,但这两颗卫星不足以覆盖全球,而且已经远远超过了其预期寿命。 STSS在2019年的运行和保障预算为3700万美元。 国际战略研究中心的高级研究员考劳科表示,如果要跟踪超高音速滑翔武器,太空中设置探测平台的优势不言而喻。 可以想象俄罗斯的高超音速滑翔导弹有能力携带核弹头,因此美国国防部并没有太多时间去研究如何建造相应的防御体系,必须立即开始行动,不应只是等待2020年的预算。 3月,俄罗斯宣布成功测试一枚携带核弹头的超音速导弹,并称这种导弹不能被拦截。 根据俄国防部3月发布的视频,俄研发的米格-31战斗机在训练飞行期间发射一枚匕首Kindster导弹。 俄介绍该导弹可以10倍高超音速飞行,并准确命中目标。 据悉这种导弹从去年12月1日开始已部署在俄南部军区,但是否真的达到10倍因素? 还有疑问,中国也已经对一个用于战胜反导系统的高超音速滑翔飞行器,进行了若干测试。 考劳科透露,国防和军队高级官员们正在努力促成相关项目的启动。 有关空间探测器的应用研究已经进行了数十年,所以美国国防部有足够的数据可以参考。 在近的轨道上飞行的电子眼睛,占据着非常有力的位置,能够持续观察高速飞行导弹从出现直至接触地面时的过程, 而地面雷达的探测能力则会受到地平线等各种障碍的限制。 考劳科表示,如果不在太空中部署一层探测器,很难想象美国如何能防御高超音速导弹。 虽然部署空间导弹探测器耗资巨大,但地面探测器的花销却会随之减少。 此外,在4月美国防部与军事武器厂商洛克希德、马丁、Lokit Martin、公司签署生产和供应超音速武器的合同,合同金额为9.28亿美元。 这是美国空军装备这类武器,反击可能出现的俄罗斯高超音速武器的右翼手段。 但具体落马公司武器的交付时间不强。 外套马公司武器的交付时间不强。 外套马公司武器认为,这是川普政府加强军备的新动向。 美国国防部副部长迈克尔·格里芬、Michael Griffin,近日曾在华盛顿的一个智库强调, 未来美国将着重发展人工智能、超高音速和定向能武器等。 美国战略和国际研究中心的卡拉科、Tom Carraco,表示, 俄罗斯巡航导弹和超音速滑翔飞行器可能不遵循过去预测的弹道路径, 美国必须适应这种新兴威胁。 对此,美国防部官员警告说, 超音速导弹能以超过升速5倍以上的速度飞行, 理论上可能能躲避美国现有的导弹防御系统。 目前,美国防部已把发展空军项目列入最顶级的技术优先项, 认为此举跟应对不断演变的网络战争以及生物恐怖威胁都一样重要。 在周三美国防部公告中, 关于超音速导弹的介绍部分著名, 国防部跟洛克希德、马丁公司的合同要求对方对一种超音速、常规。 空中发射的导弹武器提供设计、开发、工程、系统集成、测试、 后勤计划以及飞机集成支持。